今晚七大傳媒舉行的特首選舉論壇三個人同台演出8點才舉行 那麼早呢 董建華在Facebook發佈一張照片 已經到了TVB電視城 當然今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希望可以在這個辯論裏面 可以爭取多少分 不過我不會寄予口望 大家明白曾駿華不是一個口舌辯級 辯才無礙的人 他講話都是嗜嗜嗜嗜 自己都自嘲說話不是很流利 不過 有趣的地方全世界都幾乎現在連雜系的媒體都一面倒地 認為林鄭必然會勝出 一般的市民做民調雖然民望 慢慢地攀升 今天有個調查說他的支持度已經上升到51 已經大幅地拋離林鄭 但如果你問 真的會誰當選呢 林鄭然是佔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 她當選的機會是最大的 有些去到百分之七十多 這個也可能是 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選情呢 因為一個小圈子1200人那麼大 其實1194 曾駿華來說 叫爺吹雞 其他人就會跪下 是嚴峻的選情 但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他用這個社交媒體 仍然 不方不亡地 非常之鬆容地 去面對今天這個惡劣的處境 仍然是非常之幽默 去玩這個公關宣傳的遊戲 我就覺得 在這個 低迷的 低氣壓的時刻 說說這件事都覺得挺有趣 阿駿華今天在Facebook裏面 上了一條片 那條片是怎樣玩的呢 其實是仿效外國流行的 政治人物也好 一些工作人物也會流行 Reading Mean Comments 就是說 讀出來的那些很苛刻 很挑剔 對過當事人 那些在網上社交媒體網上的 一些 評論 其實呢 他就是暗寸 林鄭 他沒有說明 我們就這樣看就看得到 暗寸林鄭的意思 什麼呢大家還記得 林鄭 就說 就是 白色恐怖 就說 在網上 去找一下蕭芳芳 或者他對自己 就是網民對他 林鄭 一些 言論的行為 或者找一些人去撐他 蕭芳芳撐他 那些 被一些非常苛刻的 評語 甚至去到人身攻擊 他認為這些是白色恐怖 現在 曾俊懷 教他 教林鄭 間接 她的片 題為 21世紀 政治學101 如何面對網上留言 101 入門 OK 被政治人入門 如何面對網上留言 挺好玩的 不如我們 看看這段片 我們學一學 什麼叫政治學 101 21世紀的 小嘴藐舌 戚眉戚眼 挑章浮誇 自認有為 是不是我的 今時今日 社交媒體是看刷民情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希望今天 參考一個外國的節目 一個我很喜歡看的節目 去讀一些網上很mean的留言 就是說對我很mean的留言 同時也做出一點點的回應 曾先生 你真是好像巴黎聖日耳門 我只要 我只要 只要球證是夠中立 是夠公正 贏和輸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都已經盡了力 去踢這一場球 但是我相信 我是會似巴採多一些 你這群 你這群 X泛民 蛇鼠一鍋 不是有支持曾俊華 政治利益交易 其實我都是有建制派票的 我是唯一一位 得到不同光譜提名的候選人 牆頭草 沒有主見 沒有腰骨 Ouch 老闆永遠是對的 這就是曾俊華 嘩 其實 Peter 你才是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就是730萬的香港人 這個就是曾俊華 想政府庫房儲備破世界紀錄 一定要選他 我有沒有看錯 庫房儲備應該是好事來的 其實 無論庫房是有多少 我一向都是根據八個字來理財 微語籌謀 應使則使 恭喜曾先生 榮獲陪跑員 我是陪跑 不過就是在未來五年 陪全部的香港人一起跑 大家看到了 就是這個 政治學101 就說 他一開始就非常自嘲 就說 如何面對這個網上留言 也都有 譬如說有些人 疾他又說什麼 口疾疾 臉懵懵懵 什麼好誇誇之類 也都 有人說他陪跑 大家自己去看 但如果懂得看 好玩的地方懂得看什麼 他怎樣選出來的網上留言 原來不是在他自己的Facebook 這些網上留言 是在 有好幾個 是 其他的建制媒體 選出來的 例如巴士的步 巴士的步 大家知道 星島系底下的建制媒體 例如 你群XX泛民 蛇鼠一魔 又是支持增進馬 政治利益交易 例如 有些當然是蘋果日報 長頭草 沒有主見 沒有腰骨老品 永遠是對的 你這壽事 曾進馬 我又見到一些 譬如在 邦港出聲 媒體 HKG報 有這些 留言 他 示範一下 如何幽默地 面對這些 留言 我覺得 是相當好玩的 一種 鍛鍊 這個人鍛鍊EQ 最重要的是 就是 要 面對一些批評 然後 不要 發火 連面部表情都不要告訴大家 我是很不like 而是 我用這些方法 講出我的幽默感 曾進馬 其實他的幽默感 已經 一向都有了 大家還記得 連 杜其鋒都讚他 他被人丟雞蛋 他都可以很幽默地應付 不會惡刑惡傷 這個就是 相反地在同一個場合 本來那個主角 沒有命中的主角 梁振英反而 老修成怒說要依法處置 最後就拉了人去坐牢 你看得到 林鄭的徒弟 不是林鄭的徒弟 梁振英的徒弟 秉承了梁振英的風格 就是林鄭 一受到批評 臉都黑了 不如我們重溫一下 這個 林鄭講白色恐怖 我可以看到 曾俊華如何駁斥他 可以看到 reaction shot 林鄭的表情是怎樣 作為這次的 這個片段 結尾 白色恐怖 是令人憂慮的 我最近都是白色恐怖的 受害者 我說什麼 在網上 很多事 這個都不要緊 因為我拋個身出來選舉 我都應該有這個心理準備 但這種白色恐怖 竟然影響了 支持我的朋友 包括大家都很熟悉 也都很喜愛的 方方姐 但我剛才聽到Kerry說 我又不是很同意 網上留言 不是白色恐怖 其實 最近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事情 那些才是白色恐怖 很多時候這些是真心的回應 如果我們是按住這些事情 這樣才是白色恐怖